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或独善其身 各国只有加强团结协作 深化和平合作 平等相待 开放包容 共赢 共享的伙伴关系 才能实现持久稳定和发展 上和青岛峰会 今天召开八个成员国领导人发表青岛宣言并签署合作文件 习近平今天在青岛会见白俄罗总统卢卡申科和阿富汗总统加尼 推进双边关系发展 美朝峰会即将举行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抵达新加坡 必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晤 七国极端峰会落下帷幕 特朗普反悔不承认联合共报 美朝峰会即将在新加坡拉开帷幕 新加坡当局在会后发表声明 指双方讨论了新加坡与朝鲜的关系 朝鲜以及地区的发展 包括近期朝鲜半岛出现的积极动向 李显龙欢迎金正恩来到新加坡 又称赞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举行美朝峰会的决定勇敢令人赞赏 李显龙驻美朝峰会成功举行 并希望峰会能推动朝鲜半岛 以及更大区域的和平稳定 声明又致 金正恩感谢新加坡为这次峰会 做出的安排和努力 令美朝双方能够完成峰会的筹备工作 当天下午2点36分 金正恩乘坐中国国航波音747客机 飞抵新加坡张仪机场 新加坡当局发布了金正恩一行 抵达机场的照片 金正恩身着人民装 走下飞机弦踢 与赛场迎接的新加坡外长维文握手 维文还在推特上 对金正恩的到来表示欢迎 曾在本月访美的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也出现在照片中 在当地警方的护送下 金正恩乘坐黑色奔驰轿车 离开机场 约20辆轿车 以及一辆救护车陪同 前往下榻的瑞吉酒店 大批记者一早在酒店附近蹲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今年晚间也抵达了新加坡 准备出席12号举行的 历史性魅朝峰会 特朗普的空军一号 在今天晚上8点25分左右 抵达新加坡巴耶利巴空军基地 大批美国和新加坡的官员到场迎接 特朗普与他们寒暄之后 随即就登车前往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 而他也形容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峰会 是一次和平任务 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相信金正恩也会带来惊喜 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那按照安排的话 特朗普明天星期一会 首先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 而周二也就12号上午9点整 与金正恩会晤 好 新话题呢 节目当中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 本台特派新加坡的记者王宾如 好 宾如有关美国所提到 特朗普提到这个一次性的机会 当然是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次性的 所以怎么观察美国代表团 此次抵达新加坡的准备 是的 如称 那么特朗普呢 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七国 集团峰会提前抵达了新加坡 那么现在在新加坡呢 有五个地方现在已经是严阵以待了 其中呢 包括即将召开美朝峰会的 圣陶沙的酒店 另外就是特朗普下榻的 香格里拉酒店 以及金正恩所下榻的瑞吉酒店 另外呢 此次在新加坡还设有 两个国际媒体中心 一个呢 是新加坡政府设立的国际媒体中心 另外一个是美国白宫设立的中心 那么说到这次的准备工作 特朗普在离开华盛顿的时候呢 就表示 他的一生呢 都在为峰会做准备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 他完全是依照自己谈判的经验来办事 因此呢 就引发了外界对于他此次峰会 缺乏准备的担忧 但是呢 特朗普说呢 他是绝对不会做这种 一周之前才开始临时抱佛脚的事情 那么就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呢 其实在几周以来呢 特朗普每天呢 都会听取朝鲜问题的相关的简报 可以说呢 蓬佩奥这次呢 是帮助特朗普 协助特朗普主导了这一次的峰会 据悉呢 在此次峰会召开之前 到今天为止呢 特朗普没有就朝鲜问题召开过一次 内阁会议 而主要是依靠蓬佩奥的这个简报 那么在今天 特朗普的专机来到新加坡的这个专机上面呢 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外 陪同他访问的呢 还包括了白宫的国安顾问布尔顿 以及幕僚长凯利等等一行 另外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 6月14号是特朗普的生日 那如果这一次峰会能够按照他的预期成功的举办 可以说是对他72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路程 好 谢谢 宾如带来了很多美国代表团的一些细节 来自新加坡的报道 七国集团G7的峰会昨天落下了帷幕 峰会依然是按照惯例 发布了联合公报 但是特朗普随后就宣布 因为特鲁多在记者会上做了虚假的陈述 因此不支持联合公报 特朗普警告各国 报复美国将是个错误 声称非常接近同加莫两国签署北美自贸协定 三国正在讨论两种日落条款 并又提及希望重新邀请俄罗斯与会 而本届峰会东道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在随后的记者会上 对特朗普这些说法全盘否定 然而现场有声音认为 各国领导人愿意在目前贸易紧张局势下 同特朗普坐下来进行商谈 预示着各国有强烈的意愿 同美国继续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 释放出一定积极信号 凤凰卫视王悠悠陈一秋魁北克报道 好 特朗新闻我们聚焦青岛 上河组织青岛峰会今天召开 有怎样的进程和成果 更多消息马上把现场交给在上河青岛峰会 凤凰卫视直播室的呼吝 好的 卢晨我们看到出席青岛上河峰会的 上河组织八个成员国的领导人 在出席了会谈之后还共同出席了签字一续 这次他们一共是签署了包括青岛宣言在内的十多份的合作文件 在共同会见记者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各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与威胁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或者是独善其身 而在多边贸易部分 这次上河成员国的领导人也一致指出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需大势所趋 上河组织八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青岛宣言 批准长期牧林友好条约实施纲要 以及打击三股势力 禁毒 粮食安全 环保 反恐机构决议等十三份文件 在共同会见记者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青岛峰会中 成员国就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了广泛共识 他指成员国一致认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的时期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 国与国的依存更加紧密 世界经济复苏 艰难取决 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频发 各国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和威胁 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独自应对 或独善其身 各国只有加强团结协作 深化和平合作 平等相待 开放包容 共享的伙伴关系 才能实现持久稳定和发展 在这次青岛峰会 上河成员国的领导人 也签署了促进贸易便利的联合声明 我们一致指出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 是大势所趋 各方将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巩固开放包容 透明 非歧视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习近平表示 上河成员国将继续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 打造区域经济合作安排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打造区域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在安全部分 习近平说 峰会主张 安全是上河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各方将深化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 有效打击三股势力 毒品贩运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 同时 上河各国也会继续加强人文交流 促进文化互建和民心相通 也愿意扩大同联合国的对话和交流 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我坚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上海合作组织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这是继2012年北京峰会之后 上河峰会再次来到中国举办 而这次通过的青岛宣言 也让外界看到 无论是在地区安全 还是全球距离部分 上河组织的声音越发响亮 同时外界也关注 上河组织是否会进一步 将包括伊朗在内的四个观察员果 进一步扩充为新的成员 凤凰卫视 胡林后运刘健 青岛报道 这次的上河峰会 是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内举行 同时作为主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先后主持了 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两场会谈 在会谈期间 习近平也宣布 中方将在上河组织 银行联合体的框架之内 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的 等值专项贷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主义迎接与会的上河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拍过大合照之后 一起步入会场 习近平首先主持小范围会谈 他在开场牌中特别欢迎去年新加入上河组织的印度总理莫迪和巴基斯坦总统胡赛英 以及新胜任的G2G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加入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他说本次会议是上河组织扩云之后 八个领导人齐聚一堂的首次峰会 具有历史性意义 而随着成员国数量增加 上河组织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 地区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对我们的关注和期待越来越多 我们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促进发展繁荣方面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中方愿同各成员国一道 以本次会议为契机 总结发展经验 分析国际和地区形势 规划未来合作愿景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行稳 致远 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 四个观察员国的领导人和相关组织的负责人 加入大范围会谈 习近平在主持会谈并代表中方发言时表示 过去是新年 上河组织走过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取得重大成就 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 不容忽视 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 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 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 习近平说在上海精神指引之下 上河组织将会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 携手迈进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 并为此提出五项建议 包括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 据捞安全和平的基础 打造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劲引擎 拉紧人文合作的共同纽带 以及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 他又说中国政府支持在青岛建设 中国上河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还将设立中国上河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 为经贸合作提供法律支持 并宣布在上河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 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专项贷款 我宣布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 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未来三年中方将为各成员国提供3000个人类资源开发培训民额 增进民众对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的了解和认同 习近平又表示在过去这一年 中国在其他成员国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主席国的工作 并举行了本次峰会 他说中国愿意和其他的成员国一道全面的落实本次峰会的共识 并支持下一任的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作 凤红卫视黄指缘李安明陈尚春在青岛报道 上河青岛峰会圆满落幕 而下一次上河组织的主席国是交棒到了吉尔吉斯斯坦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直播间发挥的报道 把现场交还给香港的路程 好谢谢胡林来自上河青岛峰会凤凰直播室的相关报道 我们再看到的是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在青岛还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阿富汗总统嘉宁 习近平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入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新阶段 与白俄总统达成的合作共识得到有效落实 双方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两国人民共享合作成果带来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白俄罗斯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 赞赏白俄罗斯积极参与近几年来中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成果显著 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深化经贸和投资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卢卡申科祝贺习近平成功主持上和组织信道峰会 又指两国是全天后伙伴和朋友 白俄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不断深化和中方在经贸和人文等领域交流和合作 另外习近平又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 习近平指中方愿意继续为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支持阿富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美要加强反恐安全合作 中方将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内安全的努力 又指中方支持阿富汗政府推进和解进程 通过政治对话解决阿富汗问题 加尼祝贺中国成功主办上和信道峰会 并特别感谢中方对阿富汗和解进程的宝贵支持 阿富汗支持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主张 愿意深化两国双边各领域以及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上和峰会今天签署了青岛宣言 并且也签署多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 先问话题节目中请到视频论员郑浩先生 可以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 这些如何解读青岛峰会这一次 可以说成果丰硕 而且有一些新的意涵如何解读 上和组织成员国元首青岛峰会 已经是在青岛落下了帷幕 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 非常有趣的是 在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七国工业集团G7 也在加拿大也是闭幕了 但是如果比较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的结果来看 那么有着天壤之别 前者是内部分歧 美国强调美国优先 结果和他的伙伴 闹得是非常的不可开交 大家是不欢而散 甚至于已经签署的相关的联合公报 特朗普也反悔 不执行 不承认 那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 随即也可能会爆发 两个国家已经是公开的交恶 但是反观上和组织 这次是八个传言国 首次在去年扩原之后 举行这样的一个峰会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签署了13个文件 包括青岛宣言在内 还有多份的一些合作的协议 那么新移民主席在 会见记者的时候也特别强调 那么上和合作组织的 所有的成果都确认 继续的来秉持上海精神 基本的加强合作 通过平等合作协商 重视这个文化的多一性 合作发展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继续来开创 上和组织美好的明天 那么同时在多个领域 包括人文交流 反恐 网络安全 经济等等各方面 都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 而其中的八个成员国 也都再次确认 会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 那么共同的来推动 上和组织未来的发展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两个峰会 取得了坚然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最根本的就是 得到多助 是到寡助 如果你自己只是强调 自己的利益 而罔顾其他人 甚至于损害 其他国家的利益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得到支持 而上和组织 恰恰是大家团结 平等互信 这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典范 也开创了国际关系 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因此我们也期待 上和组织通过 青岛峰会之后 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当然我们也知道 是任重而道远 吴珍 好 谢谢真浩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今天在上和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美国单方面退出 伊核协定表示遗憾 并说中方会与俄罗斯等相关 各方致力于维护 伊核协定 包括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 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的负责人 出席了上和组织大范围会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 推出伊朗核协定 并恢复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 经济制裁 在会谈中 多位上和领导人表示出对此事件的关注 我们对伊朗核计划有关系的情况感到忧虑 我们看美国退出了 伊朗全面核协议 这会导致情况的失稳 俄罗斯会继续履行 全面核协议的有关义务 上和观察员国伊朗总统鲁汉尼 在发言时谴责美国的相关做法 认为美国是经济问题政治化 强调单边制裁不仅有备于国际制度 还破坏了合理合法的全球贸易和商业潮流 美国的政府做出决定要退出 全面伊朗核问题的协议 这是一个非常单边主义的做法 伊朗在全面核协议之下 履行了各种相关的义务 国际原子能机构 也十一次的批准了伊朗提交的有关的报告 所有核协议的有关各方都应当有责任 履行在协议之下的相关的义务和责任 美国不能够以为他这种单边的行为 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卢哈尼还感谢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 他还提到恐怖主义组织正在招募新的力量 上核组织应该加强情报分享 用良好的机构和机制来应对 普京又表示朝鲜问题影响了上核组织的发展 他希望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面能够成功 又指中国在其中做了不少努力 福王卫视金小飞杜维安邓亮堂青岛报道